谢谢那个陪我走完最后一关的陌生人 感谢每一个陪我走完旅程的陌生人 和我一起登山的人我永远都见不到了 这是一款除了走路还是走路的游戏 全程没有任何对话 没有任何文字 没有打斗 没有敌人 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叫什么 为什么来到这 只有远处那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山顶似乎在告诉你 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并且游戏没有存档功能 你没有任何后悔机会 中途退出只能重新开始 但就是这么一款简单的无法再简单的游戏 给人的印象就是深刻的不能再深刻 它就是风之旅 一个早在八年前就在PS4上发布的游戏 在Steam的好评率高达95% 奇怪的是在这个游戏的评价里 你总是能看到那些写给寻找 和感谢陌生人的信 在游戏里你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和你同样迷茫的人 不能打字 更不能语言 只能通过游戏里的共鸣来交流 也许你们互相搀扶过了雪山 一同点亮灯光 一同见证流星划破天空 但也有可能因为你们步伐不一致 或者风雪太大而走散 或使在你漠然的一个回首却发现就只剩下了自己 不管是哪一种 你都不会知道那个人是谁 就是在这样的设定下 让每一位玩家都很珍惜遇到的那个陌生人 当然也有可能你一个人都遇不到 只能独自走完全城 这也许就是第九艺术的魅力 是一场认识美好 发现美好 失去美好 并最终重获新生的轮回 完成游戏时 也许你会沉默 也许你会微笑 也许你会落泪 一望无际的旅程 不期而遇的伙伴 会激发出你心中难以行的情感 就像是一生生会遇到许多人陪你度过各式各样艰难的岁月 但是所有身边的人都不会陪伴自己整个人生 有些旅途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去走 但是一路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